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4月6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神 各位好 我是萧寻 中国的官媒上个星期五宣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了对周永康的这个案子的审查 是 那么移送到了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然后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而后者呢在4月3号的时候呢 向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了公诉 起诉书呢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 涉嫌犯有受贿滥权还有这个泄密三宗罪 对 那么致使国家还有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这是这个官媒上的这个话 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 首先要对周永康的这个案情啊进行分析 是的 另外呢中纪委近日来将监督的触角 深入到中宣部和中组部等七个党政重要部门 中央任命的七名纪检组长也受到关注 有分析认为啊 这是中共首次将监督的这个触角 深入到七个最重要的党政部门 意在为习近平四个全面治国策略中的全面从阳治党 树立典范 那么中央直接任命的七名备赞 具有火眼金睛的纪检组组长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手中又有什么上方宝剑 这是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谈的另外一个话题 好 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安华 好 谢谢保身 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稳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以遏制伊朗核计划换取撤销制裁的框架协议 是迄今为止 不让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选择 奥巴马在纽约时报星期天发表的采访中说 一味地继续制裁 只会让世界更少地洞察伊朗核计划 美国国会议员下星期结束休会返回华盛顿的时候 将会就这份初步协议展开激烈的辩论 在星期天的复活节祷告中 教宗方济各谈到了这份在瑞士达成的协议 我们把最近在洛桑达成的伊核框架协议的希望 寄托在仁慈的上帝手上 希望它是朝一个更安全 更和睦世界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中国外交部称 该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持尖锐的批评立场 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 让伊朗可以拥有大量核基础设施 我认为对于我们时代里一个超级恐怖主义国家来说 让伊朗可以自由地轻而易举地拥有核武器 对以色列是个威胁 也威胁到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 这份协议将限制伊朗的核能力 作为交换 各国将放松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 这并不意味美国和国际社会放弃对伊朗的约束 很多关键细节将在未来三个月里敲定 在最后达成一致前 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达成 如果出现倒退 我们就不会签署协议 如果伊朗违反协议 制裁就会恢复 与此同时 美国其他制裁仍将继续 虽然保证将遵守承诺 但伊朗官员明确表示 他们希望全面和永久性地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不过终止而非暂停某些美国的制裁措施 需要国会批准 目前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中 很多议员对这份框架协议持怀疑态度 甚至带有敌意 这意味着白宫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预计在美国我们将会有一场激烈的讨论 我们会全面地向国会和美国民众介绍协议的内容 我坚定不移地相信 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协议是最好的选择 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通过谈判 解决伊朗核项目问题持开放态度 目前很多议员都在各自选区内与选民见面 民众的意见最终将会在下星期国会复会后 议员们展开的讨论中得到体现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另外肯尼亚战斗机 星期天空袭了邻国索马里南部两个青年党的目标 那么几天前青年党激进分子袭击肯尼亚南部一座大学 导致148人丧生 目前还没有空袭可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报道 近年来青年党在叙利亚发动了多次袭击 并警告说除非肯尼亚的政府军撤出打击索马里西军分子的非洲多国部队 否则将进行更多的攻击 总部设在纽约的关注中国内蒙古局势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4月6号星期发布消息说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奇发生了暴力冲突 那么当地政府出动2000名的警察干预 期间有100人受伤 1人被打死 50人被逮捕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还表示 当地的互联网和高速公路都已经被封锁 目前还没有其他消息来源证实这个消息 那么据中国媒体报道 福建漳州古雷PX工厂发生了爆炸 那么现场是火光冲天 那这是漳州古雷PX项目不到两年时间再次发生爆炸 据当地居民说 漳州的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的古雷石化厂区 晚上7点左右发生爆炸 附近四五十公里都有震感 能看到明显的火光 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 爆炸的现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 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有人员的伤亡 好的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 美国精英VOA卫视国际药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美国精英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在开始今天两个话题讨论之前 首先是今天的热点评论 大批民众在四五清明节前往已故改革派 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故居祭拜 受到警方的阻止和驱赶 但在赵紫阳家人的干预下 得以进入赵紫阳故居 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 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 研究将放置家中十年的赵紫阳骨灰 与其夫人的骨灰一起安放在市内民间公墓的事宜 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问题 当局在赵紫阳骨灰安排地点问题上做出松动 是否意味着当局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呢 我们首先请我们的时评人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来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彬先生 何先生在纽约通过skype参加我们的讨论 何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 张先生您好 您好 各位好 好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赵紫阳的事情 四五清明节昨天刚好在西方又是赶上了复活节 那么在中国是扫墓的日子 大家有一百多位民众前去赵紫阳的故居 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富翔胡同那边去看他 但是遭到了阻拦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里报道说 他的家人透露说这个正在跟官方来商讨 他的骨灰的安葬的事宜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赵紫阳先生 是十周年之计的时候 大家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当时我们还采访了这个 这个鲍同还有严家琪谈了谈 这个官方对赵紫阳如何来看 我们知道赵紫阳跟六四时间有直接的关系 他的评价和对胡耀邦的评价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 您先来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是不是官方在赵紫阳的问题上 现在有什么样的松动吗 我觉得谈不上松动 因为从这个给赵紫阳平反来讲 也许我们假定这个有这样的可能性 而且我们也假定就是平反赵紫阳和平反六四 对于那个中共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 其实是一张好牌 以前我也是这么看的 但是呢其实这张牌 这个牌捏在手里时间太长了 也会变成废牌 所以我觉得像赵紫阳这样的问题 还是早解决为好 那么尤其是死者为大 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事实这么长时间 还不能入土为安 这个让人情何以堪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当天我就经有媒体 在跟我讨论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呢 只能是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上的安排 因为此前家属也不断的要求 要这个安葬 郑子阳和这个梁伯齐 但是当局呢也是说了 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安排 但是这次来看呢 这个安排在这个民间目的 这个安葬本身 就说明只是把赵紫阳当作一个普通党员 或者一个普通百姓来看待 所以呢对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丧葬的规格 跟他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没有关系 不过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说其实赵紫阳这样一个 这个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啊 为什么一定要进八宝山跟那些人为伍呢 所以我觉得他要是自己能够有一个 好山好水去安葬的话 不跟那些人挤在一块 我觉得是一个他的幸运 所以在这件事上 我觉得有可能当局还有这样的考虑 就是民众每年逢这个一些敏感的日子 都会去赵紫阳的这个援助所 就是这个这个复权互动六号去这个去调宴 去这个表达哀思 这个呢又是在北京市的市中心 他们也觉得很不是资 所以呢把把赵紫阳的骨灰 比如说攀葬了 弄到郊区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这个呢也有有有有他们这个 可以分散这个一部分群众 也可以借机收回这座住宅 使这个老百姓的调宴呢就就无形中被被消解了 我觉得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当然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考虑 另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时候 这个先任领导人的母亲这个齐欣女士 曾经率全家这个宋花圈表示这个悼念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习仲勋先生和赵紫阳先生都属于改革派 而现在来看马上解决六四问题 解决赵紫阳问题可能这个时机并不成熟 所以我觉得我的解读就是这只是一个权益之极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何平先生 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赵紫阳先生的骨灰呢 在家里已经放置十年了 那么对赵紫阳平反不平反 这也是中共最高当权者现在手里的一张牌 在你看来习近平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打出这样一张牌 其实这个牌根本不需要打 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早就准备好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就准备好了 国民早就准备好了 就是政府在压制一切 比如说如果你人举自由去盗念赵紫阳 那如果媒体上可以发这样的消息 那盗念的人可能是现在的几千倍上万倍 你现在是采取一种控制的压制的手段 从来使这个问题越来越变成你的一个包袱 而这个包袱的这个牌是不可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打出来的 除非是他要准备进行政治改革 如果进行政治改革 那么六四事件也好 赵紫阳也好 那就是整个改革最大的一个动力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六四的这个非法的镇压 残酷的镇压 是对中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是对六四事件给予一些更公正的评价 给予赵紫阳更公正的评价 那就意味着中国走向政治清明的就有可能开始 所以这个东西不在于这个中共做什么 而在于中共不要压制什么 如果给予赵紫阳先生他们一个自由安造的这个权利 那我当然相信赵的这个家人呢 都是一些很优秀的这个子女 他们不会让自己的父亲呢 这个安则父母安葬在这个八宝山 事实上不仅是赵紫阳家里 那么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级干部的这个家庭 其实真正有权利的 或者是真正比较懂得 这个中国未来可能政治的趋势的 其实都是不愿意自己的这个父母啊 安葬在这个八宝山 八宝山所安葬的人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对中国造成 巨大灾难的一些领导人 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说 八宝山就是一种羞耻 那么大部分的人就对中国的这个几十年的造成的 无羞耻的这个灾难 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所以八宝山未来是一个很 很这个令 这个这些所谓的安葬的家人 感到很尴尬 感到很羞耻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的人他就其实根本就不愿意安葬了这个地方 那至于赵紫阳安葬在河南 还是安葬在北京的郊区 还是安葬在这个家人 自己认为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中共是不应该阻止这一点 而且时间已经十年了 赵紫阳虽然在六四的时候和你们决裂了 虽然在六四以后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境界 这个是赵紫阳为了在历史上 是几乎在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 可以跟他比的一个高度 但是在之前 赵紫阳还是你们专政的一部分 赵紫阳是维护了你们领导的一部分 赵紫阳是维护了你们权力利益的一部分 你这么一种残酷的一种手段 所以面对这么一个已经去世了十年的人 都不能与讨为安 所以这个解释对于中共呢 也是一种羞辱 但是这种羞辱 这种形象的破坏 比他维护自己权力的这种独裁 那是不能比的 所以他宁愿呢让大家去羞辱他 宁愿让大家去指着他 他也不愿意呢在赵紫阳方面呢 在处理方面 显示出一个政治可能开明的信息 因为中国的政治已经到了这一种地步 只要你露出一个开明的信息 你一切就会跟随来 这就是他们胆怯的一个原因 是 张立凡先生 还有一个问题 向您请教一下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可笑 就是在四五清明节这一天呢 也有一些民众到陕西复平县 习近平先生的 他的父亲习仲勋先生的墓地去祭拜 也被当局赶跑 或者被押送到派出所 然后甚至被拉到火车站 把他们遣返 这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民众来纪念习仲勋都不可以吗 现在你看中国很多的政治事件 都是在清明节启动 当年1976年的四五事件 四五运动也是如此 所以中国有这么一种传统 就是用逝者来提醒生者 或者来警示生者 这个我觉得对于习先生来讲 当然我们也记得孔夫子有一句话 叫三年无改于其父之道 可为效益 所以这个习先生能不能够遵从他老父亲的 这个改革道路 这个往前走 这个倒是我们大家值得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想在清明节做这样的提醒 也还是一个很不错的 就是说做得很到位的事情 我本人对此表示支持 好 谢谢张先生 还有谢谢这个何先生 给我们做这方面点评 那么今天的热点短评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请您锁定收看VOA卫视 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我是黄耀仪 您正在收看VOA卫视 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国官媒上个星期五宣布 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对周永康案的侦查 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而后者于4月3号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 其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 涉嫌犯有受贿滥权和泄密三宗罪 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那么这三项指控是否会给这位退休政治局常委带来灭顶之灾 去年底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中所指 其他涉嫌犯罪线索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之中 审判周永康是否会起到打虎震山的效果 还是会导致中共权内权斗的进一步加剧 使大家谈继续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 第一位是民警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何先生欢迎 另外一位是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 张先生欢迎您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还有网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400120551 首先我来问一下张先生 我们看到周永康的这个案子现在提起公诉理 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当初的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案子 审理这个情况 那么张先生请您先谈一下这个上层对薄的案子 还有对周的这个案子在这个司法程序处理方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议统 首先我觉得就是比较相同的一点 就是这个原来在这个没有进入这个司法程序 没有提起公诉之前 一般都有一个媒体审判 也就是宣传造势 那个时候呢 几乎就是把这个 这个嫌疑人说的是这个无恶不作 非常的不堪 但是一旦进入这个司法程序 我们就看见这个指控会明显的缩水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就有这个指控缩水的现象 像这个薄熙来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注意到 跟周永康这次有同样的情况 都是这个像这一次我们看这个 就是周永康的指控 像这个比如说 所谓的这个密谋政变 所谓的非组织政治活动 什么试图操纵这个十八大的人士 布局这些都没有提及 但这些呢也确实没法提 为什么呢 这些可能都从这个法律上很难认定 即便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 即便是试图操纵十八大人士布局 这个在这都属于党纪的范围 那这个你要到这个 从国家法律来起诉的话 你很难用什么颠覆政权罪来起诉他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也是 这个指控缩水的一个原因 至于所谓的这个319政变 到底有没有 现在官方从来没有说过 有这件事 但是呢媒体呢也阴的阳的都在讲这个事 那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目前还需要回避的话题 所以这个姑且还得存疑 总体来看 我觉得这一次呢 可能震慑的作用比较大 因为此前我们看发生了像这个郭文贵 想打的这场 对这场决战打的这个阻击战 那么明显的有一种 微微就造想逼合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时期的时间点 在非常正点的时间 上个9点左右 而不是以前那样半夜计较 什么凌晨一点呢 然后周末啊 什么节假日 发布重大消息 这次是非常正点的发布这个消息 我觉得他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热点 来高调的警告对手 同时呢也转移此前一些不太有利的热点 我觉得可能这次的感觉上就是 和薄吉拉案相比也是如此 薄吉拉案原来说呢 他贪扑的数字非常大 最后认定来认定去 认定的数字就很小 然后还有一所这个法国的别墅 现在至今也没法收回 所以我想可能现在他只要做的保守一点 能够在这个法律的 根据法律的条款 能够把周永康判了 这就是一个胜利 至于说那个这个罪名不一定非要 就是每个都是顶级的罪 只要达到目的 给他判个什么死缓无期死刑 反正肯定是要重于这个薄吉拉的这个刑 我觉得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这次看呢 就是这个缩水这边是非常明显 谢谢 何平先生 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们知道当局对薄吉拉的指控呢 是也是三个主要的罪行 一个是受贿 一个是贪污 另外一个是滥权 我们看到对周永康的三个罪名的指控 一个是受贿 第二个是滥权 第三个是泄密 那么泄密这一条呢 是和薄吉拉不一样的 我在先前一个月以前 看到明镜有报道说 中共党内对于判处周永康死刑 甚至立即执行的这种呼声 在不断的高涨 但是最近我也看到 有很多评论认为 周永康政治生命肯定是终结了 但是他的个人生命不一定会终结 对于周永康他的获罪的刑判 你有什么看法 有两个在世讨论没有很大的 这个从刑期来讲都是比较小的 一个是这个这个协民在他最高也是七年 那么耐用职群在呢 这个最高刑期也是七年 其实耐用职群在是中国领导人 对人民犯的最严重的一个罪行 我不知道最开始制定这个刑法的时候 这个刑期是如此的不公正 如此的不公平 如此的不符合真正的这个事实 就是对这个耐用职群 像薄熙来也好 周永康也好 他们真正的这个罪行 是耐用职群 那至于这个刑处受贿呢 它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 这么一个一个罪名 那么他最高刑期是可以判这个执行 死刑 那么这样一种刑期在周永康身上 会不会使用呢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完整的这个把握 那中国内部对这个事情的增益性很大 所谓增益性很大 就是来源于当年所谓的这个四人帮 对这个江青他们的处理的事情呢 有一批人呢是主张判死刑执行的 那么后来呢就是 这个战略上方的人呢就是认为了真身囚禁 就是说不执行他们这个死刑 所以如果你开了杀戒 那你就没办法就收场 那么毛泽东整人的时候就要你生不如死 而不是呢我直接去 你可以自杀 你可以别人把你搞死 或者是你某种原因死亡 不要我在判刑的时候 来给你一个死刑 一个执行 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反弹的过程中间 江西的这个副省长胡春青 前国人大副委员长 这个这个陈克杰 都执行了这个死刑 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死刑比较少 但是习近平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 强化自己的权力 这是每一个独裁者 或者每一个专制领袖 建立自己的权威的一个必要手段 就是他做的事情呢 超过大家的日期 他的威慑性才会建立起来 那么他的权威才会建立起来 所以周恩康这个事情 在中共没有判断之前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爬出来 这个执行死刑的这么一种可能性 但是对周恩康的很多的指控 所谓的索水的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 不存在一个索水和核打 而在于呢就是说 你最终 只要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随便找哪一个罪名 能够实行他的这个 最终的这个威胁的阻影也好 惩罚这个周恩康也好 那是很容易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刑法 虽然是一个判例法 虽然是一个大陆法系 不是个判例法 这个案例法 但是呢 他的这个形体 有非常大的这个弹性空间 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愿意三个罪名 提到两个罪名 假如你是判了死刑 还有什么意义的 就没有 几乎就没有意义 而且呢 用这个协命罪这个事情呢 掩盖了这个周恩康 这个案件的一个本质 这个本质就是政治权力斗争 或者说呢 就是协命 协命罪会引起大家真正的这个关注 因为在协命罪里面 对高干的这个指控 除了有一部分的解放军的将军 可能当了别人的这个间谍以外 那么很少会在高级干部里面 以协命罪的这个指控 那么协命罪里面 大于浓厚了这个政治色彩 当然不像外交所讲的那样 是泄露什么高干家庭的这个财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泄露了这个北韩的 这个跟北韩的这个机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非组织活动 跟这个协命罪是关联在一起的 就是周强讲的非组织活动 和这个周恩康 这个所谓的协命罪是联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事情的审判 因为我们只会看到审判的结果 可能判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六年 但是具体是协命怎么在呢 我们并不清楚 当然我比较顺向于相信 就是泄露了这个 在不许来事件安静处理 故人中间 他所参与决策的一些事情 他泄露给了这个不许来 或者说了这个十八大之前 某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指引 比如说人事的安排 比如说经济政策的布局 他可能泄露了他的盆党 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保持呢 等一下我们可能让两位嘉宾 再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就关于这个泄密 因为如果要公审的话 有这么一个罪名的话 这个具体的这个罪证要拿出来 这不对他这个党内本身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本身谈一道泄露国家机密 这部分他不大可能进行公开的审理 因为是国家的机密 那么具体这部分怎么审理 这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 我们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 对于国家泄露国家机密 这个怎么审理 我想这个就是埋一个伏笔 这个伏笔就是说 这一部分可以不公开审理 甚至于如果说为了这个控制 这个审判的这个进程 避免发生像薄熙来 这个打破事先的这种协议 或者默契 然后突然咆哮公堂 绝对反击这种情况 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 出于这些考虑 出于这个避免一些尴尬 甚至如果说 周正昌当场抖出一些什么料来 这些都属于 有些不可预知的成分 那么为此呢可能这个就会有 像也涉及国家机密为由 部分的不公开 甚至于全程不公开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全程不公开 当然不太能够这个让大家信服 但是实际上 跟这个薄熙来相比呢 周永康手里的筹码比较少 我们也注意到 你看薄熙来啊 他有大量的国分 就是这个 甚至在他审判的时候 都到庭外去生云生云的 但是周永康几乎是大家 对他没有什么同情 党内党外都是一跌倒 认为这个人就是个坏人 那么他也确实是 民规则暗规则 他都破坏了 他是一个坏了规矩的人 所以大家对这个 刚才何平先生讲到 党内有些人就是 巴不得把他给处死 那我觉得有两类人希望他死 一类就是说 认为他坏了这个党的规矩 他应该承担责任 他应该死 死有余辜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 这个周永康处死的话 也许还有一些秘密会被他带走 那有一些人很希望这样 他们就跟周永康可能就脱掉了干系 等于是灭了口了 行 我很快加油 夏文英军 你觉得 像他儿子 这个薄熙来的儿子是在美国 但是周永康的儿子已经在中国 他的家人大部分都被控制了 所以我觉得周永康没什么筹码 来这个讨价还价 好 等一下我再问这个问题 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个听众观众电话 山东孔先生 请讲 喂 您好 是我吧 是 请讲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 关键是所有的官员 大多是中国党员 这些党员战部 除了老虎就是苍蝇 用谁来打老虎 用谁来打苍蝇 就这样半推半就 扭扭捏捏 羞羞答答的这样打 我认为效果不大 用老虎来打老虎 用苍蝇来打苍蝇 根本就不行 我在山上足足的这个民房里啊 今年已经出现了两个苍蝇 都被我打死了 去年呢 当出现五个以上的苍蝇时呢 我就点燃蚊香 点燃这个营香啊 这样省事 但是毒气很大 但是呢 要死苍蝇的作用 也很大 一个苍蝇也活不了 我认为啊 良心犯们 才是这些个党员干部 苍蝇们的影响 所以应该释放良心犯 谢谢 再见 中国公众很多人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听一下云南周先生的 看法还有问题 周先生您好 你好 我认为从案件公布的这个罪行来看的话 估计就是个死缓了 因为那个什么沙漆啊 包括什么非组织那些 自死的那种罪行 没有公布 没有放在里面的话 我估计是妥协了吧 就就就所谓的放他一马了 然后呢 也是不会真正正的公审 因为所谓的国家秘密嘛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谁的 其实但是呢 他不会告诉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周先生 再来听一下辽宁孙先生 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 孙先生您好 你好 喂 我听到了吗 听见 我认为当前中国 当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 说是从各个城里 各个地方 都腐败的话是确实很严重 但是整个来讲 中国共产党啊 这个领导核心 还是没有变色的 因为如果要是这个核心 要是变色 不可能把周永康 这样的人的话都抓出来 所以新四元帮 我现在我确实 我认为 应该的话是算是新四元帮 他们的话 既本身又贪腐 又阻碍社会 又欺诈百姓 像这样的人 是可以的话 把他们进行 绳水一把的 在中国吧 说现在说 一个一个把这 所有的参数的人 都抓起来 这是很不坚实的 我认为 说中国的话 把这些 咬群其套的 祸害党 又祸害人民 人抓起来 然后去 我家在习近平 这么智慧的人 肯定用一场 一样的话 就是剃场方式 第一的话 把腐败 全部都能抓 好的 谢谢孙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您了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 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们就要请和平先生 问您这样一个问题 刚才突然想起来 就是说 薄熙来的 红二代的背景 还有周永康 他这个平民背景 在这两个案件 这个审理 还有他的结局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另外 刚才周先生 谈到说 也就是个死缓 是不是中国民众现在 对于这个 处死这样一个 高层的人物 现在心理上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承受能力 是不是官方也有 这方面的考虑 还有外界对这个事情的 这种看法 没有什么 承受能力和 承受能力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事情 是中国跟党党说的 算不是 有老卫生说的算 对吧 你说要杀他 那也有人会 把这个 为女鼓掌 你说不杀他 派一个死访 也有人说这个判得比较合理 因为人民没有这个自由讨论这个案件的这个权利 也没有了这个参与这个公正审判的 甚至盘定的权利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只会是周恩康的刑期相对来讲是比较轻 比如说保了一条命 或者说判的刑期比较短 那么周恩康会前面配复这一场这个审判 否则的话呢 周恩康前面配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那么他前面的开放给这个大家去盘定 或者说直接的由电视去直播这个现场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当然我们希望 就是我的预测是错的 就是中共能够完全的不像薄学来那样 羞羞答答的去审判 结果受到伤害 这个反而是中共自己 因为你羞羞答答 你就掩盖了一些事实在关键的细节 那你就很难使那些薄粉文们服气 对吧 其实对薄学来的问题的指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远远不止他 这个中共的检方所指责的那些东西 那么对这个周恩康这个案件也是一样的 那最终如果能够 当然我前面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 对红二代和这个平民的官员的差别 就在这个地方 他会对这个周恩康会更加残酷一点 会更加无情一点 因为周恩康不仅是他的个人的形象 是很糟糕的 比薄学来那种有一点个人魅力的 这个政治的政客的色彩是有一点不同 而且呢他在整个政法系统里面 并没有像这个 这个取了改了 这个政法系统一些特权 辅助会位的权力以外 他并没有像薄学来那样 述起了一个所谓的解决当前问题的另外一条出路 所谓的红色中国 红色澄清这一套的意识形态的指引 所以他没有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最高层里面缺乏同盟军 虽然那些人可能跟他在一起不作非为是可以的 但他真正出了问题了 每个人跟他别清楚这个关系和责任 但是薄学来不一样 薄学来是代表了中共整个红二代的一个精神领袖 所以如果对薄学来的这个红二代进行这个临重的处理 那么对这个整个红二代的是有伤害的 而这一次的反腐霸在一定程度上 恰恰是红二代去打击这个平民的 这个成党的这一代官员的这个一个政治的一个运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比较偏向于相信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 这套的刑迹应该是超过这个薄学来的 好的 对周永康案件审理前景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请不要走开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中纪委为什么派员进驻中宣部和中组部等七个党政重要部门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时大家谈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中文节目 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 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 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 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VOA卫视 亚太五号位于东京138度上空 其他具体安装参数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 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五号卫星KU锅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 本证频率请选择11300兆贺 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贺 符号率是每秒2.5兆幅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 VO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中纪委近日将监督的触角 深入到了中宣部和中组部等 七个党政重要部门 中央任命的七名纪检组长 也受到了关注 有分析认为中共首次将巡视监督 扩展到一项被认为是禁地的中央机关 其意在为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治国策略中的 全面从严治党树立示范 七名中央直接任命 被暂具有火眼金睛和防腐败分子忽悠自治的 纪检组长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 何方神圣 那么其中手中的这个上方宝剑 又有多大的威力 王岐山此番重要的布局 是要为中共行之无效的自我监督寻找突破口 还是为了遮掩其无效 而又搞出的一个忽悠之举 是 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两位时评人进行分析 首先请问一下何平先生 我们知道大家评论是 向这个重要的七个部门 具体来说是中办 国办 中组部 中宣部 还有人大机关 政协机关 向他们 还有统战部 向他们来派驻这个监督员呢 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管人的地方 比如讲中组部 他就管干部的任命 干部的使用 干部的考核 干部的监督等等 向他们派驻这些 所谓的中纪委的要员 目的何在 为什么向这些打虎禁地 派出这些打老虎的人 就是形成一种威胁 或者是进行某一种政治清洗 然后最后安排自己的这个人马 如此而已 那么这些人到了这个部门去 那多少会抓这些问题 就像反右一样的 就像文革一样的 就像知足一样的 你判处了这个地方 你不找出一些问题不行 当然这个程度有大小 对吧 那这几个部门呢 就是没有一个部门 没有问题 比如说你前国政协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产无拉高的地方 那中国最糟糕的 一批这个政治爬城 商界的这个城 都非常严重的问题 一些商人 那基本都集中在这个政协里面 那前国人大代表 那中宪部 那中宪部在过去 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方面 他们的难权是非常严重的 当然你会去查吗 不会去查的 对吧 中组部 这些贪官污蔽的这个安排 那中组部 说明不一定是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 或者说不是由你任命的 你只是执行了 某一个政治局常委 或者某一个主席 或者是某一个总书记的 这么一个指令 在这儿安排人群 但是中宪部在准备材料的时候 中宪部在进行调查的时候 你还是应该承担责任 但是这些东西你会查吗 不会查的 你查的就是一些 鸡毛算费的事情 这个人的行为 收回多少钱呢 然后抓住几个私处级干部 甚至某一些部门 抓住一个副部长 是可能的 但是目前要查出一个 政部级的干部 或者政协主席 或者是前国人大委员长 那个可能性很低 可能性很低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东西呢 从中央机关的官员来讲 它是比较有反弹的 我跟他们有一些官员聊过 这个真的就是 你把正常的知识给搞乱了 因为你并没有建立一个 真正新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些人就坐在你旁边 那你还干不干活 所以中国现在整个的体系啊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趋于了一种 一种瘫痪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来应付了一种状况 我不知道这个习近平 或者是王岐山 他们这样一种反腐的嘱风 就是他们最终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建立了他们个人的盆党 个人的势力 甚至到各个系统 是建立个人的威慑的力量 还是通过清党 清党一号 最终来达到一个建立一个励志 甚至建立某一种法治的体系 甚至走向未来民主化的一个可能性的 他们认为必要的开端 现在还很那估计 但是在我们母亲已经所看到的情况来看 这种做法是基本上是文革的做法 基本上是反右的做法 是没有什么细腻 虽然是第一次 但最终的结果是把这个体制搞乱 最终的结果是使大家感觉到很恐惧 最终的结果呢 使大家互相不信任 最终的结果就是互相撤台 那么之前也谈过是说 这个现在有官员都不作为了 是因为这个反腐 反而就是说的是 我现在不干什么事情 反而比较安全一些 我想请问一下张先生 您看一下这七元大将 被称为是所谓的七元猛将 他们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分别被放在这个 不同的这七个重要的部门呢 是做摆设呢 还是真的王岐山有什么样的这个用意 我个人感觉也能威慑作用 大于实质作用 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班子的第三年 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我也曾经预测 我说这个今年恐怕这个权力斗争 会达到一个高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就是防止这些个最高的权力部门 发生异动 所以我觉得派这么七位 这个大员进驻啊 并不是说这个 这些单位本身 他原来就没有细节 只不过呢 他现在用这个中央直接派入 这个派一个这个进检组的方式 这个很有点像是古代的什么巡案啊 这个巡案当然我们现在看 各地派这个进检组 就像是巡案 然后再看呢 这种派的各部委这种 也许就是古代这种监察御史啊 或者监军啊这样 就是我派人在那盯着你们 你们有 让你们有所畏惧 让你们抓住你们一些辫子 然后你们也不敢乱动 我觉得可能这个威慑的作用 可能更大一些 那么当然现在面临这么一种啊 摊牌或者是决战的态势 那么需要把这七个部门 好好的盯住 我觉得这是可能最主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看啊 这七位虽然他们这个 都是当了一个中央直派的组长 但是他们本人其实关心也都是副部级 而这个出来跟他们见面的这些人都是这个这七个部门的副国级的高官 那说明这七位这个组长属于那种叫做建官的大三级的这种 这个亲差大臣是属于这种角色 所以呢 这七个部门的这个每个部门都出来一个副国级的头头来跟他们见面 那么这个呢 当然就是表明一种姿态 就是我们这个部门 我们是服从 我们是忠实于这个以习主席 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的 那么我们会配合的 这个做的是这么一种臣服的姿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来看啊 就是这个博弈来看呢 这些部门内部的一些个这个肮脏的事 他们未必都能够试试查到 都能够彻底的查出来 然后予以披露 予以这个查处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这么一种扶鼻潦草的 就是派个人去 派个组去就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但是呢 起到了就是我拿捏住 我这个监督着你 然后呢 这个作用 威慑的作用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大 那也 刚才也谈到说现在这个 官僚体制现在有点这个不转了 这个转速这个 减慢或者是停摆 这种情况我想可能 也随着这个计刑组的进入以后 我觉得这样的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因为大家不敢乱动 也不愿意为这些事情 为他本分内应该做的事情负责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 计刑组进去以后 可能这个对官员的这个压力会加大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现在这个自杀现象非常普遍 那我不知道这个 这种自杀现象会不会还蔓延到这七个 这个重要的部门 如果是这样 那么当然也说明可能 这些计刑组的这个作用比较大 这个组长们很厉害 如果这种现象也没有的话 我说句比较冷的话 我觉得也就是吓唬吓唬人 是 何明先生 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 就这七个重要部门来讲 它本身并不是没有中纪委的机构 现在在派出去所谓七个组长 无外乎是像过去封建王朝一样 派出许案 或者是钦差大臣 亲自去操办这七个部门 在你看来这本身的信号是什么 它是在对中共的所谓的纪检制度 起到建设性的作用的 还是起到破坏性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像中组部中宣部 这些重要部门派驻巡视员的话 中纪委又有什么人来进行监督 纪委我们长期采取一种批评的探斗 主要是他滥权 就像正华五一样的 正华委之所以今天搞成这个样子 其实他在88年的时候 89年的时候 他就几乎取消了 是89年以后为了去控制老百姓 控制这个社会所建立起来的 所以正华委到了一种无法无天的这么一种地步 所以在后面就把周永康就成为了 这个整个体制恶劣化的一个牺牲品 现在纪委也是一样的 纪委已经扶作为为到了一种 根本正常人道很难言论的一种地步 也就是说他以反腐败的名义 任意的把一个商人 或者是任意的把一个官员的家属 或者是把官员完全让他失去自由 完全让他失去这个尊严 他超越了法律之上 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正华委还厉害 这样一种机构不受监督 那未来会成为下一次权力斗争的一个借口 一个起点 有人可能会拿王岐山来开刀 或者是拿李基山来开刀 或者是拿谁来开刀 不知道 但是他这种不作为为呢 会成为新的一次权力斗争的一个斗火线 也许有一天就翻过来了 说纪委在这个里面扮演的很丑陋的角色 就像当年的这个薄熙来在沉浸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当时的媒体都是吹捧习近平 吹捧这个薄熙来的 支持他的这个畅装打黑 回过头了 你要灭掉这个薄熙来的时候 他又变成他的罪行了 那现在中纪委的这个罪行 实行的问题 那太多了 一点都不亚于这个政法系统 当然他主要针对的人 还是老百姓比较高兴的 就是你这些官员 你这些商人 你这些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记得利益者 但是这个中纪委 你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 另一个幸福的一个公平的 公开的这么一个系统 是人们担忧的 而且呢 是你最终 使自己没有好下场的一个根本原因 所以我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们不能预期 这个中纪委的行为会继续下去 如果要继续下去的一个结果 只会是有一点怕 王岐山权力做得更大 更厉害 别人根本收拾不了他 根本对付不了他 否则的话 他就会被别人收拾 这就是一种权力斗争的一种 根本走不去 这个顺反的一个根本道理 就是中纪委用非法的手段 去对付那些非法的人 就是所谓的以黑吃黑 所谓刚才观众上一节节目里面讲的 就是老虎在打老虎 因为他们的权力 也根本没有经过一个合法性 他们的行为 也没有遵守法律的正常的这个秩序 几乎也可以说是胡作为为 那既然是这样 下一步的政治正当 也就会有可能在这里开始 好 谢谢何先生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云南周先生 您有什么看法 这个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吧 这个派了那么多 这个把这些什么中主部啊 这些都这个了 我说哪个部门不腐败啊 那谁派的 就是像这个主持人说的 谁派到中纪委当那个了 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我就认为这样 谢谢 好 周先生刚刚谈到 斗争越来越激烈 刚才何先生谈到这一点 就是说中纪委将来 可能会面临这个 被收拾的这样一个境地 那您请问一下 何先生或者是这个张先生呢 您觉得这个 是不是习近平在后面背书 因为有习近平支持 所以呢 王岐山 才能做出这些事情来 那么张先生请您谈一下 我觉得还是这个 现在还是需要 就是至少在这个 权力斗争当下 这个胜负未分 还没有取得压倒性 胜利又是什么 这个处于胶着状态 这种情况下 这个习他只能用王岐山 他没有别的办法 能够巩固他的权力 所以他只能采取这种 高压的态势来震慑对手 这样的才能保住 他自己的这个权力和地位 所以我觉得可能 他是属于无可选择 那么至于将来 这个当然中纪委权力 我们也看在不断的膨胀 这种膨胀 这个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有什么样的前景 现在还很难预料 但是从这个历史的先例来看 往往这类机构 这个也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周期率 这点我想可能这个学历史的王岐山 他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他们现在两位可能都没有什么退路 主要是这个情况 好 谢谢 因为了这个自卫 他必须这么做 是 好 谢谢张先生 时间关系呢 今天这个讨论呢 可能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 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 还有在北京的历史学者 张立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是的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 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 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 这个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账号呢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斜线 VOAIO和Twitter.com斜线 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 还有互动 明天呢 时事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两个 一个就是原云南省委书记 求和洛马他所带来的轰动效应 因为这个求和在中国政台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而且他的政绩也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这个轰动效应很大 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柳州一个幼儿园 进行基督教教育 所引发的争议 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生 祝大家晚安 我是萧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